新鲜的韭菜,它来了! 阳光韭菜,一种具有三种形态的植物 嫩芽形态下,没有任何作用 年轻形态下,它能够生产阳光 老年状态下,它会停止生产阳光 当有僵尸靠近时,阳光韭菜会吹出气体 驱赶僵尸到其他的线 另外,阳光韭菜在年轻和年老状态下被铲除时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根据其状态掉落阳光 在一段时间后,阳光韭菜会重新长出 升至两阶,茁壮成长 阳光韭菜铲除后,重新成长的间隔会减少10秒 并且老年状态的第一次吹气,不会损失菜业 升至三阶,过度生长 铲除后重新成长的间隔会减少20秒 老年状态的前两次吹气,不会损失菜业 四阶,种植中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,立刻变为老年状态并生产300点阳光 装扮效果 阳光韭菜生产阳光后,额外吹出一口留在场上的气体 持续让僵尸换航 升至五阶,老当一状 在老年状态下,这时可以生产阳光 此外,当菜叶受损状态下,一段时间不受伤害 并且吹气后过段时间,菜叶会复养 好的,以上就是关于阳光韭菜的介绍 大家觉得这株植物如何呢?欢迎评论